- 冰哥這邊有一個Pocky Queens 如果Jungleman拿一個Pocky Jacks就糗了 - 沒有這麼好拿到啦 - 還好他不是跟那個Danny同志 如果Danny這邊拿一個Pocky Knight他QQ就死定了 - 超對殺手 - 好 目前沒有人可以抵抗 - 好 來了 那我們的 - 好啦 那我們的Jungleman是 - 幾乎很大的概率是 - 這手牌跟他打光了 沒有任何的懸念 - 這手牌只能跟他打光了 - 他會不會用跟的呢 - 不會不會啦 這個跟也太扯了 - 因為畢竟這個是UTG的一個家族啊 - 那就在泡泡期間的話 - 大麻味了已經是 - 選擇歐零 - 選擇歐零 - 拿秒扣 - 在這個 - 哇我們的Jungleman其實 - 好像就被Mbinger課了 - 剛剛先輸給他一個44%的籌碼 - 然後這一把又遇到一個冤家牌 - 這真的是一個撲克圈很奇妙 - 科學難以解釋的一件事情 - 有一天你會輸給一個人 - 就一直不斷地輸給那個人 - 我在布拉格戰EPT的時候 - 被同一個人SOS兩次 - 就是三條壓三條兩次 - 然後從此兩次就結束了 - 下次看到他就要弄回來 - 倒也沒有啦 我下次躲著他打了 - 因為第二天我中SET被他天花打了 - 嚇死人了 - 哇有一個卡10的順子 - 還有一個A的擊中 - 有七張出牌 - 如果沒有買到這七張出牌的話 - 我們的Jungleman Daniel Katz - 基本上就會成為我們這場比賽的一個泡沫 - 非常的慘 - 我們剛剛看到Jungleman後面也是 - 我們這次比賽還沒有參賽 - 可是現在才出現的曹瑞 - 剛剛也有在聊天室有在問他他說 - 這個法國級的華人選手怎麼還沒有出現 - 他可能會打之後的短牌 - 對 - 看一下合牌 - 一張9 那我們的Jungleman是GG了 - 成為我們的泡沫 - 非常非常的遺憾 - 那也恭喜剩下的所有的玩家 - 是直接獲得了我們賽事的獎金 - 保底有205萬港幣的獎金 - 真的是非常豐厚啊 - 205萬港幣的獎金 - 總共是75個買入 - 那最後我們的獎金圈是9名 - 那現在全部人恭喜他們 - 全部都進入獎勵權 - 那也特別恭喜我們的Danny Tom - 進入了我們獎金圈 - 好 - 可以看到我們的獎池是出現 - 我們的冠軍可以拿到 - 2130萬的獎金 - 最後排我們的泡發又一次拿到了1010 - 那這次會不會加小一點呢 - 比上一次更大 - 比上一次更大 - 這個牌在這個馬量上 - 也是可以支持打光的 - 這是一張九人桌的話 - 在這個位置不太好說 - 看一下他怎麼處理 - 這是一張九人桌 - 哎呀 - 哇 哎呀 - 哎呀 - 我們的Pieter Jetten - 這邊Pucky Jax - 25個大忙 - 哎 - 佛法如果這個牌 - 跟Jayton在飯店打光的話 - 快去握一下Danny Tom的手 - 對呀 - 握一下我們的勾勾殺手 - 勾勾殺手 - 呃 Jayton可能會直接O- 因為畢竟位置比較靠前 - 而且只剩100萬的籌碼 - 選擇直接O- 而且是貼身O- 牌力其實蠻大的 - 牌力其實蠻大的 - 嗚 這邊我們的 - 這邊我們的Fish203有一個 - 前5%的強牌 - 很有可能會REGEN喔 - 如果他在REOWING的話 - 波法可能有可能會逃掉他的PUCKETANCE - 選擇蓋牌 - 選擇蓋牌 - 這裡波法不知道逃不到的掉 - 波法應該是會跟住吧 - 25個大毛 - 他如果跟輸了還是有10個大毛 - 那現在CALL了 - 時時還是太大了 - 應該還是要跟 - 波法我們快點去 - 跟我們的Danny Town去 - 親近一下摸一下手 - 我們Danny Town快給我們的亞裔 - 亞裔同伴 - 傳送一點功力 - 這個勾勾殺手 - 欲勾勾必勝 - 不管你是中什麼東西 - 你不中我就中個SET - 你中我就中個QUAT - 你中我就中個QUAT - 十多 - 百分之十八的概率 - 百分之十八的概率 - 這手牌 - 那我們的波法基本上是走遠了 - 這個無力回天了 - 哇 - 太大了吧 - 波法好像面對的不是我們的PieterJayton - 哇 - 我們這我們的那個 - 喔 - 而且是黑桃 - 黑桃 - 黑桃 - 我們的Mikita - 也是中了一個Natswha - 哇 - 這手牌我只能說 - 這手牌我只能說 - 這手牌我只能說 - 我那波法是真的慘 - 好像仿佛面對的是Danny Town一樣 - 沒辦法 - 這個是 - 二十五個大盲 - 連數兩個炸彈 - 一個勾還不夠 - 再來一個勾 - 我們的PieterJayton的籌碼也得到了一個比較健康的位置 - 我們的PieterJayton的籌碼也得到了一個比較健康的位置 - 我們的FASH2013是拿到了一個K圈雜色在槍口加爾的位置選擇一個Race - 11萬 - 我們的BrianKenny直接蓋掉 - 那我們的BrianKenny直接蓋掉 好 這邊我們是 Greenwood是選擇抵抗K6童花在莊家的位置 我們的盲作為玩家都沒有選擇進場 那我們的Fish2013 這邊似乎可以做一個持續的下注 還有兩張Overcard還有一個後門順 後門花的一個組合 轉牌很多的牌都能加強他的牌力 那我覺得這邊的下注應該會比較大 應該是個一半左右 還是選擇下的三分之一而已 一個11萬的底池 選擇做了一個跟注 哦 翻牌擊中了一張K 那我們的Greenwood可能會要損失蠻多重 蠻多重嗎 底池裡面現在是有五十六萬五千 Greenwood在這裡的一個K6 蠻難處理的 至少還要再扛一條捷的下注 至少還要再扛一條捷的下注 很隱蔽 想要打出Vector的話 可以打大一點 四十萬 可以打到對手好多的勾的價值 下注了三十萬 然後我們的三Greenwood這邊勢必會抵抗他的頂隊 尤其是轉牌才中的頂隊 尤其是轉牌才中的頂隊 這裡也是要選擇合理的支付 這裡也是要選擇合理的支付 看一下盒牌 方片二 沒有改變任何的局面 是一張非常非常明顯的一個空白牌 那在這個盒牌 現在我們的Fishure03 勢必要再做一個可能是75萬的價值下注 他這裡還有一種做法 是可以選擇做一個 乾脆做一個大的下注 讓對手去不相信自己 做一個bluff 抓一個bluff 我覺得這裡去打80萬到120萬都是可以 我選擇過牌 好 那我們的 我們的Greenwood是會做一個小的價值下注嗎 他這邊K應該覺得自己是有可能贏 大 對手既然過牌 那他K其實大了 我覺得可以下個比如說什麼35萬之類 好 哦 來了 一百萬 没有想到我们的Fish没有下 而我们对手下了一个100万 本来是一个 其实 其实差不多啦 他如果自己下也是100万 对啊 这边应该就是一个check call 但是 但是做一个bet100万 和一个check call 100万 感觉不太一样 感觉就真的不太一样了 而且San Greenwood打得反而就很稳 而且在这么 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这还是会哽啊 没办法 这里 会点 这里我觉得Fish 013在和牌的 跟住还是跟住了 跟住了发现 虽然自己大了 那Greenwood也是一脸的吃惊 对啊 哦你居然K圈不打我 他会非常吃惊哦 他的脸 对啊 他觉得他非常吃惊 他居然 看到K圈这首牌非常非常的吃惊 我这把输了一个快60%的错 他够吧 他这个笑容仿佛读出了一点意思啊 读出了一点意思 那么你需要一个至少15%以内的牌力才能去支持对手的一个支持跟住对手 而且这15%的排列只是对手的一个极限而已 你要去跟住的话可能再收紧一点 所以这里跟到13% 14% 13%左右吧 那么刚刚那时候A4是不太够强 面对Bronkini的一个11万的加注 这里我们的Bitgetten是拿到了一对10 40个大盲注 那我们的Bitgetten这个Pockethands非常强的一个范围 40个大盲注 那他这边选择跟注其实也是蛮合理 因为毕竟现在是9人桌嘛 他喜欢打翻后 对而且后面还这么多人 在观察位 我们的Danny Town这个牌很好 这个牌应该也是有选择跟注 因为毕竟前面有一个加注加跟注 底次赔率更加好了 对 如果是短牌就更好了 这里一个90同色 完全可以做一个跟注或者甚至是挤压 270万的筹码 做一个11万的跟注 挺好的 好选择跟注 来看一看我们的装委玩家 那Jason Koon的96是可以盖掉的 对我们来看一下小盲跟大盲 有没有一些精彩的牌 没有 好 大盲位的52同色 Binger这边怕有点大 那他跟啊 哦不跟哦 我也是会选择盖牌 因为我觉得25就是进去 看就是看一些天成啊 怕比较小 怕中的比较小 比如在final table 中了一个5 的确是比较小 就是比较小 就是在这种位置很烦啊 就是你看中一个5 你又不可能check fall 嗯 check fall啊 在试加底持如果有 如果有一个打然后全部盖掉 那一对一还是要跟啊 一对一要跟 对啊 而且你还有后门顺着 可是又有点小 然后又容易被超车 就是在没位置的时候其实 玩一些比较弱的牌 要去抵抗的话 要花好多筹码 我会就会比较觉得花要 要比较麻烦啊 就会选择去考虑潜在赔率 然后因为有四家玩家经常 而且你这个52红桃非常的隐秘 如果击中一个天生顺 或者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可是击率也是低啊 击率很低 对啊 天生顺也是低于1%的 然后两队是大概5% 他只有其实不到6%的一个概率 其实有不到8%的概率是可以击中一个蛮不错的一个牌面 是的 那这把也蛮有意思的 然后我们的 这把我们的Kenny是一个Battle Flush 选择一个 选择一个后门花 选择一个下注 然后后门顺 一个比较干的结构 结果被我们Peter Jettin抵抗了 那我觉得这边 呃 Danny Tang应该也认为选择抵抗 因为毕竟他也是顶对 还有一个后门花 如果转牌掉一张10的话 Danny Tang可能就会遭遇到一些麻烦 不过机会不大 好 掉了一张8 算了一下 刚刚他补6万 要去看一个50万的底池的话 的确是跟住了12% 但是他的 看到好牌的概率是8% 那就还差了四个点 还差了一点 所以盖牌还是比较好 那其实现在Danny Tang在后面冷跟 其实Peter Jettin也会有点担心 他是有一些三条慢打 因为的确在这种很干的结构上 这边有445599 就在最后一个位置的人 很有可能只是平均而已 那我们的Danny Tang 会不会是在这边下一个小的柱 然后再合牌可以便宜的摊牌 顺便也保护自己的9 完全可以 我觉得这边可能会下一个可能30万之类的柱 30万都不用 不用很多的其实 他只要表明自己的意图就好 他只要表明自己的意图就好 37万 我觉得Peter Jettin这边还是会选择一个跟注 可是他其实现在很担心 我们的 我们的 Danny Tang 是不是真的有一个三条 因为这个结构真的太干了 他实时就刚好 刚好赢 有9 可是重点是在有9的范围 在Danny Tang的身上又很少 那 很像有中三条 又很像可能有Pocket Jerks 所以他实时卡在中间有点尴尬 可是是蛮难盖的 可是如果我这边跟注的话 Danny Tang的盒牌再打一把 他就跟不了 可是 Danny Tang可能在盒牌也打不太出来 对 要不太打了 我直接盖了 就9 9 90把1010打盖了 Danny Tang的牌桌形象也比较紧 他送我最有趣的帖子 当他在游战场上 是最有趣的 好 好 这里我们的明格是 又一次拿到了我们的勾勾 在加的位置 非常强大的牌 蛮强的 他选择在这里加注到11万 目前后面也没有人 暂时没有人可以抵抗 现在亚洲时间已经是早上的6点半 看到那个 我们的聊天室已经有人在说早安了 哎呀 我们的Danny Tang 这把是不是要赢了 狗狗杀手Danny Tang 狗狗杀手快上吧 选择跟注 跟注你就赢了 开个什么79狗之类的 跟注你就赢了 真的开个方片79狗 现在比较晚进来 看直播的观众可能比较不了解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我们今天Danny Tang 是用了一个8-8 跟狗狗在翻牌前 O-1 翻牌后 开了狗跟8 但是我们的合牌又开了一张8 让Danny Tang 的四条 嘶 Danny Tang的四条 然后干掉了狗狗 然后 顺利的翻倍 然后 然后 接着筹码掉下来之后 又拿到一个99 跟狗狗在翻牌前 22个大忙 再度O-1 他的99 99再把一个狗狗再干掉一次 那现在这个 这一把牌 80 Diamond 发个方片勾吧 不会那么惨吧 发个方片勾的还是真的 他已经有了一个狗狗杀手的潜质了 你看 对对 具备杀掉狗狗的潜力 你看第三次了这是 这里 我已经感觉到了转牌就是一张方片 大概率就是一张方片勾 来看一下 我们Danny Tang为我们诠释一下 什么叫德州扑克游戏的精髓 选择跟住 面对一个7万5的下注 赔率太好了 来吧 我们的方片勾的出现了 还没出现 有意思的是 他这边选择了过牌跟住 那其实 Ambinger会觉得 其实对手要么是有圈或是K 因为 毕竟勾勾在手 对方买顺的组合比较少 那同时买花组合 其实也并不是这么多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选择 不一定会攻击这个 转牌 选择过牌 可以去选择 买一些 买一些free card 哇呀 果然中 勾勾杀手 真的是 那我们的 Danny Tan 应该是要选择一个价值下注 那 在对手没有选择 在对手没有选择 打 转牌的时候 其实对手有一些 范围是可能会有一些 X queen 或是什么 勾圈的牌 或是十圈 童花的牌 我觉得这边 我觉得Danny Tan 可能要下一个比较大的 啊 Danny Tan 选择check 让去value对手的圈之类的牌 为什么他这里连童花都会在合牌选择过牌呢 这个 我觉得Danny Tan 这边似乎要选择一个比较大的 黄色的筹码是每一片五千 蓝色的筹码是每一片两万五千 然后我们粉红色的筹码是每一片十万 那这边Pofar应该很有可能会选择一个all in 大概是十个大忙左右 大家这一对四 非常的大 虽然是九人桌啦 可是这一对四应该还是要all in 在这个范围里面是非常大 好我们的Pofar在第一手就要出发了 希望我们的传奇扑克大家长能够继续的 待在这个game里面 好我们的杰森库 那 那 这边应该也是做了一个reject 再all in 第一把 就看到两个玩家all in了 好 其他玩家也没有拿到神牌 赛代尔也是盖掉了庄位的k圈 你失败了大部分 你失败了大部分 好 OK 好 我刚刚 好我刚刚在桌上Danny 听说他有一张s 那我刚刚看到赛代尔有一张k 看来我们 Pofar翻倍机会还挺高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杰森库是现在只剩下四张的出牌 对 好 Pofar在看到杰森库是两高张的时候非常的开心 对 他最怕的是碰到是over pair 对 不想看到超过四的对子 那现在应该最不想看到也还有一个就是有叠牌的一个反牌结构 当然更不想看到A和K 当然当然 好 哇 这个算是一个蛮不错的牌对于Pofar 因为假设开出一个二或七的话 那基本上Jackson Coon就是join dead了 就是没有旧的意思 即使是时候让Jackson Coon得到了一个击中 他在合牌还有反超的余地 对 对 一个非常好的翻牌 哇 直接是带走 直接是我们的Pofar 如果没有在合牌掉出一张四 那他就顺利的翻倍 那我们全场最少的筹码 现在反而变成我们Jackson Coon 只有四十九万五千 但还是跟比Satel少啦 Satel大概只有八个大猫 对 Satel现在是八个大猫 对 那是一天的一个小猫 那是一天的一个小猫 如果你只是在住在住宅 你会完全失败 我一直都失败 我一直都失败 在哪个月 年,一年,一年 我会在 我做三个游戏 我还在这一场游戏 我还在那里 我看到了 一 你回到哪里 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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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破发也是没有办法去游戏他的九七杂色 因为Jackson在Hijack位置 一手勾七同色 比较的边缘 选择过牌 选择盖牌 可以看到这几手牌 在前智慧的玩家 基本都没有拿到什么牌 墙牌里 就是 Jackson在中尾拿到一个A7杂色 是非常好的一手牌 这几手牌 一手牌 几手牌 一个6个BB 哇 六个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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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了一个 Olin 但是撞到了我们的Fish2013的88 以及大盲位的一个A圈 非常大 这个牌是盖不掉的 直接选择Olin 那么A圈这里 A圈这里 拥有一百四十万的 后手筹码 这是一个机会 让他从Mikita身上抢一个盲猪的机会 但同时 这是 这也是一次冒险 因为目前我们的Jayson Coons 已经 把所有的筹码装入底次 如果这首牌 他同时输给了Mikita 也输给了Jayson Coons的话 那么他就会成为一个第一个出局的玩家 还是选择Olin 因为太大了实在 太大了 那我们的Mikita 是现在属于一个最最 具有优势的一个情况 他的一对八看到了对手的两个A插牌 目前对他来说可能只有一个半的帽子 一个圈的帽子 只要半个A的帽子 现在我们的Mikita最怕的就是看到一个7XX的Blob 如果看到一个7XX的一个班牌 那么他会再 这个情况下是直接 Oltight在第一个 I'll take a que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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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8 非常凶残 You can't even get the 6,9,8 You can't even get the 6,9,8 You can't even get the 6,9,8 It's gnarly, man What about a queen 2,7 I'll take a que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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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I'll take a queen Oh,有一张圈 那是 非常地开心 我们的Mikita 现在知道至少自己 不会成为一个 第九人的一个名次 第九人的名次 不会是成为 Oh, wow 翻牌一张八是太可惜了 转盘的一张八是真的太可惜了 转盘的一张八是真的太可惜了 转盘的一张八 所以你是9,他10 他8 这张八是我们的FASH203直接干掉了两位玩家 我目前还看不到他的底牌 我们的Mikita这个时候好像是拿到了一手还不错的牌 我们的Greenwood是加注到了12万 用他的石沟铜色在枪口的位置 我们的Mikita A8同色 选择跟注 选择跟注 哇,我们Brainkini要出发了 这我排是没有任何的办法 面对一个枪口味的加注 他这里可能还是会选择一个 做一个All-in吧 因为对手毕竟是只剩10多个大忙 不管怎么样也是要打光的 同时他可以把我们的装位的玩家 Mikita是挤压出局 他还是选择谨慎的跟注 选择跟注之后一个三人抵持 好,我们这手牌 我们的Greenwood是击中了一个顶队 然后我们的FASH2013是击中了一个前门买花 单高章前门买花后门顺 非常的不错的一个牌面 45万的底持 我们的Greenwood是还有83万的后手 在前两位玩家选择购牌之后 我们的Mikita 是可以选择去买一张免费牌 也可以选择做一个下注 要利用自己的大筹码的优势 进行一个卧削 做了一个12万的下注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的Brainkini 这里至少是会做一条街的跟注 然后我们的Greenwood 可能会直接选择做一个过牌加注全下 看到两家跟注之后 我们的Greenwood还是比较的开心啊 这个底持是越来越大 还有83万的后手 底持已经来到了69万 这里应该会选择直接一个全下 用了一张岩石牌 目前它的底持权益是50% 目前还是保持领先 在三加的底持里面有一个50的领先 但它如果全下的话 那么我们的Brainkini 可能会考虑跟注 而我们的Brainkini 应该是会盖牌 那就去买帮你 对了 那Greenwood的这里是 加注全下了83万 那我们在明基塔这里 势必要进行一个跟注 Bringkini应该是会直接选择盖牌了 好 那么两位玩家进行一个翻牌对抗 我们的明基塔是拥有三张A和所有的方片的一个听牌 目前他的后手小马是来到了560万 如果这个220万的port被他收下来之后 已经有两队了 那么他的A的击中也是没有什么用 只有方片 还有8张出牌 我们有击中 那么我们的Greenwood是成功的从明基塔的身上取得了一个Double 而且因为这手牌是一个三人抵持的关系 他获得的筹码是非常多的 也获得了从Bringkini身上的一个额外筹码 来看一下排局之后的发展 好 我们给你看 又一次拿到了A10杂色在装尾最好的位置 这也是一手非常强的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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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有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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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ell在这里选择All-in了93万的几分牌 那A10同色是一手很值得跟住的一手底牌 15个大猫 but you need to know right now 然后看一下 这是一手六四开的对抗 红桃圈九 和我们的杂花A10 底池来到198万 我们的C'dell已经把所有的筹码 放进了底池 直接击中了一个顶队 但是也给了我们的Fish2013一个高张带买花的听牌 非常多的出牌 直接买中 那我们的C'dell是直接被淘汰出局 非常可惜 但是也是恭喜他 成为本场比赛的第七名 我的偶像Erik Sedell 纵横排摊三十余年的老将 好那这一把牌 我们的Brian Cannon有效筹码是25个大马 那我们Fish2013 有一个A6 off 他可以选择Limperless all-in 也可以选择加注 A6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起始手牌 如果激进一点的话 他甚至可以直接all-in 因为毕竟现在每一个money jump 就是每一个名次的奖金跳得蛮大的 那Kenny会比较 不会倾向于去做拼搏 那在正常状况之下 A9应该是秒跟的啦 因为这个太大了 那现在Kenny 应该是要看一下其他的玩家 如果Kenny 没有太多筹码优势的话 他应该会跟住的 可是A9是真的稍微有点太大 应该 选择跟住的机会会比较高一点 只是Kenny现在在考虑桌上有没有其他的短筹码 如果桌上有一些比较短筹码的玩家的话 他会比较倾向于盖牌 那原因就是因为 他不想要这时候 拥有一个健康的筹码 去做一个拼搏 毕竟我们这场比赛是一百万港币买入 而不是一万块港币买入 那奖金差非常多 那我们的Kenny还是选择跟住 毕竟A9是一个非常强的骑士手牌 好 翻牌有一个买童话的机会 好 目前我们很有可能变成分浅 现在Kenny需要一张梅花或者是 一张9 那Kenny顺利的筹码翻倍 其实我们这Fear2013期 也直接给了对手很大的压力 25个大马 直接选择all in 我们的Profa应该要all in了 那只有大概是 7.5个大马 好吗 JQ同花非常好的骑士手牌 非常好的骑士手牌 哦!我们的Mikita Andyakuski 很有可能会选择跟住 因为大概是 7.5个大马 那他的K狗 那他的K狗 是一个20%的手牌强度 那我们的Profa在这边 其实 因为他筹码剩大概7个大马 所以他推的范围可能会到30% 所以 Andyakuski他的牌跟Profa的手牌强度 比起来其实是差不多的 而且 OK 现在选择 果然是选择的跟住 那我们看有会有一张Q让我们的Profa翻倍呢 哦!我们看翻牌 哦!有一张红星 哇!我们Profa击中了一个顶对 变成我们的Fish2013 只有三张K能帮助他 We both have quads No, it's fair, you're short-click I'm losing small one then we need big one That's the plan 好,我们转牌 是一张S 是一张S 让我们的Fish2013 三张K以外又多了四张S Longdeck, longdeck, longdeck 我们来看一下盒牌 Longdeck 是一个Jack Longdeck 然后我们的Profa 翻倍了他的筹码 现在Profa的筹码 到了140万 大概有一个 18个大盲左右 那我们这边升Greenroot 他筹码回到25个大盲 那我觉得这边也是一个会选择加注 或者是平均入职的气质范围 应该选择2BB的加注 选择加注到16万 Profa WOW 我们的Jack 10等到有KK了 那Profa我觉得这个牌是可以3B Owin的 A4童花 A4童花大概是一个前16-17%左右的强度 对于Button会开50%来说 这个是一个非常 适合直接Owin的一个范围 只不过他没想到 然后后面的Beater Jetten 拿一个Pocket Kings已经等好了 总共是100 11万 的Owin 那我们的Peter Jetten 也选择了一个Owin 也选择了一个Owin 好我们的Profa 只希望他能看到一张AZ Jetten 嗯? 可以召唤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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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tten 应该是没办法去跟住 Profa的3B Owin 你有一张红星 美丽的红星 有很多比较好的红星 一张红星 两张红星再多 现在的胜率提高了 现在的胜率提高了百分 提高到45%了 好我们先来看转牌 然后转牌 是一张美花3 没有任何的帮助 那Profa是希望看到一张红星 或者是一张AZ 百分之27的机会 我们的盒牌 我们的盒牌会是什么呢? AZ On the Reaver 我们Profa Double Up 哇 Profa这次也算大难不死了 两次啊 一次是 勾圈 赢了我们的勾K 这把是我们的AZ4 赢了我们的Pocket Kings 那这把让我们的Profa 这把筒码应该是回到一个非常健康的状况 大概是一个260万左右 不是的 不是的 就是 是 这把帮你做的 有什么好处 是